记住这五个带脚小技巧,打抬球受用一生 技巧一 实战中遇到这种球形,想直接击打进球点很容易弹出来 这种球只要中杆对准目标球正中间击打就可以了 旁边有障碍球时也非常好用 技巧二,带脚解球 遇到目标球在带口,所有的正常解球线路被阻挡时 就可以利用带脚反弹来进行解球 先用中杆瞄准石板与带脚的交界点,小力一推就可以了 技巧三 最后一颗球,被对手的障碍球阻挡 也没有比较好的防守线路时 可以用中杆瞄偏一点,小力一推,控制好力量 让白球刚刚好吃酷 利用带脚挡住对手的击打线路,做一杆极限防守 容易得到自由球,赢下这局